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数学和脑梗在林初是两种接着不同的疾病 老数学是脑的效果破裂 学员从效果破裂到脑子里去 脑梗是由于脑的毛细效果堵塞 发生了脑梗死 所以两种是接着不同的级别 一般来讲有下面这几种的区别方式 一个就是从发病的情况来看不太一样 脑梗大多数病是在安静情况下发病 比如说晚上睡了一觉 早上起来发现脂气不能运动 语言说话也困难了 脂气也麻木了等等 脂气一般来讲就是在运动状态下 回着的情绪激动性发生的 我们原来有个病人 老数学就是打麻将 糊了他非常高兴 突然呢 对了个老数学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我们脑梗死啊 一般来讲不合并于意识障碍 其病比较缓慢 老数学呢 大多数病人合并有意识碍 这个发病呢 比较急 同时呢 也败随着症状 比如说 剧烈的头疼啊 那些呕吐啊等等 还有运动功能障碍 第三个呢 我们不认为脑梗 也好 老数学 我们在临床检查的时候啊 我们最常的检查就是C7片子 也就是头露的C7 在头露的C7啊 两种反应的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脑梗死血啊 在C7片上有高密度的阴影 脑梗死呢 就是低密度的阴影 这些呢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 觉得很好的区分 是否患者是脑梗死 还是脑梗死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